老人家來這裡試用不同的智能產品 樂靈科技 在醫食住行社方面幫到他們 有些年輕人一起活動或學習 人們都有點驕傲 覺得自己也年輕 由他們透過Stam的認識 去設計一些物品 給掌跡使用 科技與時並進 長者的樂靈科技越做越好 有很多大學研究 商界研發產品 年輕人的發明 都可以幫助長者管理他們的健康 和他們的日常生活 更加可以幫助照顧者 今天我們來到 領大賽馬會樂靈科技的體驗館 我想找莫教授聊天 加入來 肥蛋哥 你好 歡迎 這位莫教授 這位是領大的樂靈科技體驗館 我只看到一個好像廚房的物體 我們這個本有特色 就是醫食住行社方面 幫助老友記智能居家安老 這其中一個產品 你說吃老友記味覺未必很好 但要確保它吃的時候 鹽份不要太高 不要過量 我們把鹽放進去 就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儀器 探討會否有太多鹽 幫助他們的鹽份不要太多 幫助他們生活 先解釋一下 我們可以把液體和鹽份 然後可以試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先試一下 在燈上可以測試到 究竟是紅色 這個剛剛好 綠色 紅色 如果過分多的時候 它會提到你不要太多 希望它調色對的鹽度 現在這一勺水的鹽度 是相對鹹一點的 老人家就不要 對 這裡寫得清楚是龍的 希望去到中日一博更加好 好 這個很有趣 但整體如何幫助老人家 老人家來到這裡 可以試用不同的智能產品 樂靈科技 在衣食住行社方面幫助他們 特別是他們的照顧者 可以試用這些科技 幫助他們生活上更加大的幫助 除了食物之外 然後我們前面還有一些剪粉 我和你介紹一下 好 我們一齊過來這邊 咦 教授 剛才那邊真的是吃的東西 今天這裡很高科技 這個是幫助老友技 活動不太方便 或者很不幸 中了一封之後 是幫助他們做運動 咦 做運動 我戴了之後 用了一個遙控器 可以自動幫助他們的手 可以活動做運動 令到他身體上更多機能的轉動 我可否感受一下 可以 現在就把手放在機械手中 這樣就固定了 照顧者或本人 如果手動得到 可以按摇控器 幫助做運動 因為很多不幸中風 他們的手多數是動不了 盡量把手放在裡面 沒錯 然後用這部機器去運動 他每天做多些運動 幫助他們的手 希望能夠恢復那種機能 逐一隻都可以 再試一次 逐一隻來了 好 老人家出行的 行山 早上去喝茶 有支拐掌幫助他 你知道有甚麼特別嗎 拐掌就知道 這個是叫智能拐掌 你看有甚麼特別 當他冬天冷 因為這裏會幫助他發暖 幫助他手暖一點 好暖 如果遇到黑暗的時候 有燈的 你試試看 有光的 有光的 因為現在太光了 所以未必等人會 如果他去行山 或是暗的地方 就適合後 可以幫到手 還有這裏是可以幫助他 這個記錄可以在哪個地方 即是一直 一直 探視他 要地保持他 當然有高度調 那你試試行幾步 試一下 穩固 我按了這個 這個手掌 這是甚麼 遇到甚麼問題 可以投救 這些便適合用 這個好玩 適合羅寧長者使用 還有些東西是挺好玩的 讓我去找一些義工 幫忙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還有很多 與長者有關的科技產品 可以親身試玩 第一件事就是Timmy 他是一個智能機械人 可以吩咐他工作 可以跟著我走 也可以打電話 挺過癮的 另一件事就是長者常用的輪椅 這輪椅可以自己操控之餘 也可以由照顧者操控 用起來其實相當簡單 還很穩固 最後這個叫做 布固 是一個智能防跌測試 帶了這個腰帶 再加上一個電子系統 就可以測量長者的平衡力 暴態 以及下肢功能 原來閉眼站在這裡30秒 真是不容易 好了 完成所有動作測試了 成績出來 似乎都合格 這就是你剛剛做的防跌測試報告 我現在就給你這個報告 這個很好 作為一個長者 是否都要試試 因為你不知 原來30秒和30秒開眼 你以為站得好 等小巴不止30秒 原來你站在這裡不動 都會有風險 尤其是撕上眼 這些都是 我覺得是很considerate 很關心長者才會這樣 例如說 Timmy 跟著我 告訴我 和我打電話回家 這一部 建動輪椅 全部這些科技 可能可以很幫忙 但始終都是機器 當然需要有 真的有義工 有長者 或者有年輕長者的義工 在這裡幫忙 要有愛 先問長者 阿榮 跟年輕的義工一齊 有沒有隔膜 不會 年紀大了 有些年輕人一起 活動 或者學習 人也有些朝氣 覺得自己也年輕 活力又來 剛才所以大家說 要訪問阿榮 阿榮長者 不是吧 都是年輕人 雖然你的頭髮染白了 其實都是年輕人 難不難學 這些對你們來說 我不會 因為在很多渠道 我們都可以學習到 這些樂齡科技產品 例如我們的樂齡科技 有些課程 給我們年長的人 和年輕人一起去學 主要的年輕人 會教我們 不同的科技產品 我們學的時候 可以親身體驗 因為可以親身體驗 這樣就更加容易上手 不是只聽 只聽 只聽 可能一過一會兒就忘記 動一下 鬥一下 如何處理 就會快點熟 你覺得有沒有用 這些樂齡科技 有 例如我戴了手環 原來這些 給老人家都很有用 我們三高人士 例如量血壓 量血氧 量心跳 這些客人都在 原來很方便 如果真的覺得 有些行動上 有甚麼困難 立刻看看 又沒問題 好啊 所以很方便 多先進 多高科技 我問一下 年輕二高蘇琪 當然對這些科技 難你不到 但要跟老人家合作 阿榮就聰明 你遇上我這些 慘了 我告訴你 你教了十次 我都不會 合作上 你覺得如何 我自己 不會覺得 我跟長者相處 就覺得 長者一定記性差一點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年輕人 也有轉數 快一點和慢一點 所以我反而覺得 大家都是朋友 我們就一起學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 我跟你說的過程 都是我自己 再溫固滋身 或者自己再學一次 我覺得最重要 都是有耐性 多說幾次 其實長者都很肯學 都很快便會記得 和學食 我想問一下 這些 你剛才說的 是課程 這些課程 你來做義工 就可以學 但有沒有課程 可以讓大眾 知道多些 關於樂寧科技 我們有一個樂寧科技專員證書課程 會有導師 專門介紹 醫食主行 四方面的資訊 會說一下 長者在這幾方面 遇到甚麼問題 樂寧科技產品 可以怎樣幫助到他們 除了上課聽書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體驗活動 我們有一個展館 就是你剛才 我剛才的體驗 你剛才的體驗 其實長者都會 有同樣的體驗 會一起去玩 去試過一些產品 完成課程之後 就會有證書 還有之後 都可以繼續參與 我們的義工活動 再跟其他人一起交流意見 我想告訴你 要總結一下 我剛才的幾個遊戲 我覺得是很好玩 既好玩 而更加最重要 就是知道自己 本身 現在我的能力去到哪裏 我有報告 回去告訴老婆 老婆 可以佛企 可以佛企 可以站30秒 沒事 謝謝 賽馬會靈活城市計劃 有一個叫做 鄉郊樂屯圓的計劃 到底是甚麼來的 屯就是屯門 圓就是元朗 即是這些地方 偏遠的鄉村區域 有很多長者 其實他們也有 生活上有些不便 例如有病 要看醫生很遠 所以就有這個計劃 看看可以怎樣幫到手 身邊的Chermaine和阿迪 可以在這個計劃上 他們都出了很多力 可否說一說 這是甚麼計劃 其實 塞馬會靈活城市計劃 鄉郊樂屯園 我們在2017年 做完基線研究之後 2018年就開始做一些地區活動 去回應那個需要 因為我們正正就是看到 鄉郊的狀況 其實都比市區略為順悉 所以我們就聯同了 仁愛堂 和救世軍那邊的同事 去做一個叫做 鄉郊樂屯圓的活動 我們首先 就在村裏面 招募一些村民 或者是村附近居住的朋友 去做樂居之友 訓練完他們之後 就回到自己的社區 探訪一些有需要的長者 好 我又知道 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做了一個比賽 用STEM的科技做了一個比賽 這個比賽其實目的是甚麼 那些學生 他們都會先來我們的村 認識一些長者 去看回我們的生活的需要 他們又透過STEM的認識 去設計一些物品 去讓一些長者使用 遲些就會公佈 是的 但這個目的是 除了幫助長者之外 為何是年輕人 為何是科技 除了因為現在的EDB 都大力推行STEM的教學之外 我們正正希望 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 讓我們的學生 讓我們的下一代 體會到長者的需要 因為我們明白 如果要做成全 或者要做一些公眾教育的功夫 其實教我們的學生 是很有需要 那有甚麼得著 暫時來說 在這個比賽中 我們這些學生 設計著一個小巴的實時到站 和有關天氣的APP 給長者用 始終這個 因為相對上 交通上 有時小巴的次數 或者時間難走 就會方便很多 另外也設計了一個肌肉鍛鍊的APP 給長者可以在村上 因為現在疫情 長者都少了出去運動 在家裏會做肌肉鍛鍊 有時我們會覺得 高科技跟老人家有甚麼事 我們不懂 原來不是 現在有很多科技 都是針對長者 樂靈科技 如果長者在家裏 可以自己又懂這些科技 除了可以幫助自己之外 還可以和他家裏 年輕的大家有溝通 各位長者 記得自己和這些科技 千萬不要抗拒 一定要接受 好嗎 rukturevolume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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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